中央近日针对线上系统进行调整 卫生局指出 从5月30日起 民众若是在5月1号到26号确诊 但是仍未取得电子隔离通知书的人 或是在5月27日起确诊 未在3日内取得通知书的人 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是手机 直接到数为新冠病毒健康证明系统申请补发 就说只要您是在5月1号到5月26号 还没有取得电子隔离通知书的 或者是5月27号开始 三天之内还没有取得电子隔离书的 您可以到你的电脑上面 要用Chrome Google Chrome以上的层级 或者手机下载健保快一通 不管如果是用电脑 你要去找数位证明平台 如果快一通 它有个前往健康存折的一个指示 上面就有一个申请COVID-19的数位证明 的一个含接触者隔离证明 这个时候呢 你要准备好三样东西 第一样 您的身份证的号码 第二样 你要记住您的健保卡的号码 第三点 您可以用您的户号 就是户口的号码 或者是护照号码 因为这是属于个人的隐私 所以大概需要比较多的验证 所以要准备三项号码 疫情部分 今天新增市民死亡个案 年龄在60到91岁之间 根据县政府统计资料 目前死亡的确诊者有51人 80岁以上的长辈有38人 其中16位是长照机构的住民 51人之中 有23人未施打疫苗 4人打1剂 7人打2剂 另有17人打满3剂 依然累积死亡个案51人 其中38位是超过80岁的长辈 51人中有23人没有施打疫苗 目前疫苗第一剂涵盖率86.5% 第二剂79.8% 第三剂64.7% 5月5到11岁的儿童疫苗 目前已经完成49.4% 提醒还没有打完施打疫苗的民众 尽速完成疫苗的接种 校园疫情方面 今天新增加确诊学生数229人 教职员17人 累计共有6,564位学生 605位教职员确诊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